今天这个八月 忙碌 大风大浪 自我认知 就是有了新的自我认知和新的一些审视自己的东西吧 就好像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认识自己 我觉得是这个角色带给我的 也是这个作品带给我 也是这个八月这个时段 因为这些角色收到的这些关注和喜爱所带来的 同时我其实会问我自己 我现在我足够承担和承载这份喜爱吗 就小焦虑吧也会有一些 《御龙》开播的第一天 然后我就在《苍蓝角》的现场 我拿出手机点开来看了看 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心态啊心境上是有点小当的 但其实我很快就有调节过来了 当我看完过再去演东方新唱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到很多之前自己可能想不到的 从一个第三视角去认知 去审视自己的角色以后 然后再去演新的角色的时候 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霸总我谈不上喜欢吧 但是好像我是跟他挺有缘的 可能是因为外观长相 我性格里面有一些霸道 或者是像的一些这种特质嘛 我真不觉得自己是射牛 诶 哈喽 对 大家都那么觉得我也不知道 好像这样时间久了吧 大家这样觉得了吧 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是个射牛 剧组的第一天 或者是剧组订装读本的那一天 或者刚到现场的第一天 那种是微微有些射孔 但我可能我自己调节的会比较快 我射孔的那个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喜欢他 在这一天 就像那个安华 我只有好啊 我去了 非常好的 对 我 好 好 我 我 我 你 我 我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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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